NBA詹皇超沙大三元胡人橫掃提湖 尽管一枚哥安东尼戴维斯西商缺阵 小皇帝詹姆斯两日贡献34分 13助攻与12篮板的超沙大三元 带领胡人122比114力退提湖 两军本季四次交手拳由胡人取胜 去年状元抱鞋哥西安威廉森虽拿生涯新高35分 却仍无法扭转颓势 打完前三节地主提湖取得95比93小福领先 来到末节双方依旧呈现拉锯僵局 直到最后2分27秒詹姆斯投进三分球 才让胡人取得116比111领先优势 詹姆斯更在最后1分49秒骗到英格拉姆打手犯规 两罚剧中扩大领先到6分 不过詹姆斯竟在最后1分26秒发生离谱失误 发底线球之计竟然直接持球走进场内 幸好并不影响整体战局 麦基最后42.9秒篮下放进2分 也让胡人领先差距来到8分 就算提湖赶紧喊出暂停 却已经无法挽回场上的颓势了 胡人赢球关键除了詹姆斯 取代安东尼戴维斯先发位置的库兹马 也拿20分 4篮板 波普13分 马基夫莫里斯 布雷德利与丹尼格林各有10分 至于提湖主场吞败的最大罪人 则是面对老东家手感冰冷的英格拉姆 他全场投23中